字符通知识宝库 Hello 大家好 来到智库通知识宝库 上星期和一位成功创业的女性 一起谈她的生意经 很多朋友都觉得要兼顾家庭 亦有同事自己的事业 是很难做到时间管理 我当然要向她偷试 Amin 再次欢迎你 Hello 说到几年前 其实就开始做一个网上的平台 很多生活百货、美装用品 通通都在那里 这种模式逐渐逐渐 现在其实就看到是很盛行 但是多了竞争者 你就觉得是百花齐放 就未至于是一个恶性竞争 但这几年经营环境、营商环境 你觉得有没有时好时坏呢 我们看到过去有些不同的因素 尤其是近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疫情 我想对于有这么多的产品 都是来自海外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挑战 有些朋友在做生意的时候都会说 很被动 突然之间 就是那些货来不到 就真的来不到 中间我们所说的 供应链出现一些断裂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货运的问题都挺多 这几年我做生意的时候 遇到什么挑战 或者是有些难关 其实是没有想象过会出现的 其实疫情 真的有很多想不到的难关 其实刚才的全运是最大的难关 因为那件事是完全被动的 那时候两年前的疫情 真是在网购 那时候有数据说爆得很厉害 但是爆完之后 其实爆完之后 有单单 但是没有货 最后我们是退单潮 退货 退款 退到我们是做不及了 做不及了 但其实那个做不及 不是只是有钱赚不到 只是不开心在 那时候大家是有需要的 那些产品很有需要 就会订领踏远回来 有空气准化机 有很多 服务用品 全都不能够购席到 其实那个心是很不舒服 明明你信我们可以有货 订了过来 但我们不是因为欲你 但我们真的来不到货 那心情是真是比较难搞 试便容易做 你是退钱而已 但交不到货给别人 我们自己都觉得很不安落 那時疫情最大的挑戰 但疫情帶來的另一個 其實我都不是他的挑戰 我覺得大家都開始因為疫情而習慣去網購的話 我們會變成多了一些搜尋 多了很多不懂網購的人要來網購 我們會多了很多教育 我告訴他們其實很容易的 就是這樣按 我們在人手方面都增加了很多 要幫忙去回答那些不懂網購的朋友 資源的調配 最初可能是盡力去找多些不同的產品 可能那方面就花很多時間 但現在其實就應付一些新加入者 所以說他從來都沒有試過在網上買東西 就有這些需要 可能是CS部門的人多了 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學習呢 其實最初做生意的時候 都未必知道原來哪裏最需要最多的資源 要應變 在不同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東西的得著是不同的 但譬如CS 原來很多人投訴的時候 我們需要很多提示 或者需要很多人手去群組織那邊 譬如貨一到 我們發不及 我們又要找很多人手去包貨 所以我們現在的同事 很多時候都是甚麼都會做 他們都會很習慣 就要知道這一刻和下一刻 你現在要剪片嗎 下一刻你是包貨的 一人其實是要適應幾個崗位才知道 很複雜 沒錯 但我想問一下阿May 你也說了 所有東西其實現在都要很快速的 即是有生產品的時候 要很快地告訴別人 介紹給別人 下單的程序要很快 送貨要很快 回覆所有東西都要很快 即是以快字行頭 這件事其實是 會不會都有個難度在這裏 因為其實鬥快的世界當中 其實總會有人比你快 是的 所以我已經放棄了做最快的 因為很辛苦 你一定會有人比你快 很大壓力 其實我們CES很大壓力 但我反而覺得 我們慢慢地開始有這個感覺 就是其實你永遠都不會做得最好 不如做一個我們民生無愧 真是可以在一個合理時間 回答到你的便可以了 所以我們都退了我們的回答客人的時間 我們以前可能是一個小時內 我們要回覆 現在可能是一天內其實已經很好了 我們也有時候看情況 你沒有太多人問問 可能真的要退後 所以我都其實反過來 希望同事都做得舒服 真的不要太大壓力 大家現在是買東西而已 所以都不想做死同事 知道滿足客人的需要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的方針 就是需要供應很重要 我們有很多人想要這個產品 我們又找到供應給他們 但中間的過程 我們不能忽略 就是自己同事做的過程 是否開心 他們能不能夠 真的不要太大壓力 去到完成 所以我們的要求 希望有時候 都要撫平他們的心情 他們有時候很激氣 我們可能就要撫平他們的心情 這是一個學做生意的實踐經驗 我想你讀書一定不會知道 不會 這麼多在戰場上會發生的事 阿明有沒有覺得這幾年 其實你自己的成長或變化都好 但就真的由最初 其實可能是叫做盲摩摩去摸索 怎樣為之經營生意 到現在有沒有領悟出 其實剛才聽你說的短短幾句 都已經是一些管理的哲學 資源的調配 其實全部都已經是一個生意經 我是自己摸出來的 但真的沒有學過 真的沒有在學校學出來 但是重點是什麼 就是自己要隨機應變 你看到現在這個形勢 你就要用邏輯去想想 究竟怎樣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心的生意經 你見到什麼變化 你就要跟著他去做 就不要死守在你自己的位置 我是這樣的 在這個學習過程當中 就是學怎樣去經營這盤生意 你覺得你自己最大的得著是怎樣 很大的得著 其實真的很 看起來好像成長了很多 其實最大的得著是多了很多朋友 那些朋友是什麼 我發覺到原來做生意 都是不可以孤軍作戰的 一定要有戰友 戰友其實不只是同事這麼簡單 我只是有其他的店 可能大家都互相是有些友好 你才有個結束式鄰居 好像鄰舍的關係 跟供應員有很多朋友 因為你知道我們不是大小的 我們賣東西 我們不能擺高姿態 所以供應員互相尊重 那就多了一群朋友 接著客人又是朋友 客人開始說 正如我買衣服都可以 你是不是有什麼 這些感覺就是覺得 多了很多的不是敵人 是朋友 不是競爭對手 大家真的有合作 我覺得對待得著是這 因為真的 認識人比認識字好 就是這樣 圈子就真的大了很多 因為你也說 可能同行的也不是敵人 可以變成為一個盟友 接著就是 光顧你的也是你的朋友 你光顧他的也是一個朋友 其實大家都可以有一種 很正面的戶利的關係 對 這個關係其實從我老爺學回來 我老爺他在做燕窩的時候 是做批發 他怎樣對上面 他一定要批發去買 他對所有人 他都一定要跟他補立 好像一個很好的關係 大家是要能夠你虧一步 我賺一步 或者是這樣互相跳舞 我當時是觀察得 他那個做生意是那個上一代 但真的帶到我們這裏 如果現在 仍然是有朋友仔 聽完之後覺得 都很有興趣 亦都覺得 做可能網店的生意 是彈性比較大 你自己可以控制得好些 成本上 由小開始入手都可以 有沒有說 甚麼提示可以分享 這個環境 你覺得適不適合 去開始一個新的事業 即是說時機 現在是否一個好的時機 我的中谷 其實不是叫中谷 應該說是 做生意不是看時機 應該看自己現在的生日時 你這個時機 是否適合做生意 而不是現在這個環境 有很多商機 沒錯 商機處處 但連內你還未適合準備好 這才是關鍵 但當你準備好 要看你家人是否配合 但我也很鼓勵 試一下也好 試一下做網店 其實那個好處是甚麼 你不會洩入獄 其實你做了一兩個可能 要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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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破產 輸身間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一試 而且整個過程是好玩 你如果能夠保持自己 可以享受中間的過程 其實你賺到錢 賺不到錢 但你也賺到一個開心 所以我很鼓勵 如果真的有興趣開網店 不要看自己 不要看這個世界 看自己 但怎樣看自己 我想這也是另一個難題 我怎知道自己 首先是否適合去創業 以及我現在究竟 在這個時刻 是適合去做這件事 沒有的 沒有一個文件 給你剃剃剃剃 但你可以怎樣做 你問心那句 你究竟喜不喜歡 自己喜不喜歡 去看別人一些新知識 因為你經常要去 好像很吸收新知識 去到令自己不太脫節 你不是一個小販 給什麼你買什麼 你是要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平常喜歡這些類別的東西 喜歡好像很好奇 好像這個很有趣 你好奇的話 那我就覺得是適合的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 是有興趣的 但無從入手 也很害怕 可能我不是一個做生意的材料 但阿May都告訴我們 其實轉型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最重要是有心 和真心 是想做這件事 稍後回來 我要繼續跟阿May聊 因為另一個創業的難題 其實我們都曾經提及過 就是家人方面 你就很幸運 有家人的支持 但怎樣可以兼顧兩方面做得好 稍後回來聊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知識補褲 相信阿May這個創業故事 其實是令到很多人都很羨慕的 到不到記就不知道了 因為你都有提過 其實真的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家人的支持是相當之重要的 是你身邊所有的家人 都是同時間去支持你做這件事的 那會不會變成在時間管理上 就會容易做些 因為譬如你的先生 你的小朋友 你爸爸媽媽 都是喜歡你去做這件事的 只不然當你要去做時間分配 怎樣照顧家庭 怎樣去創業 怎樣去奮身 在這個時段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顧慮 容易做得好些 過往其實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女性的身份可能很多重 也是舊有的一套觀念 就是照顧家人為先 更加小朋友要照顧 那究竟怎樣可以做好 說就容易了 時間管理這四個字 但做得很難不難 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因為我是很容易的人 我其實是一個特別的 比普通家長不同的 我起碼不會要求子女讀名校 也不會叫她讀這學 你學這學路 然後考試默書 我又不會在旁邊幫助她 所以我省了很多時間 在這部分 即使我未開網購 也是這樣 因為我知道 他們是需要自己 去到建立自己的一些 治理能力 那些 所以這部分 在時間管理已經省了很多 得來其實他們也能治理到 他們也會照顧我 所以我就好像比普通人 會多了很多時間 第二 其實我們這個網點很有趣 就是我用自己的生活 一路 例如現在冬天、夏天、下雨 全部都是跟著節奏 所以生活其實每天都發生 我簡直是家庭樂 都可以一起做 用來拍片也好 可能我們就行山 其實已經可以融為一體 例如吃一頓飯 我們需要拍一些 扶寧之間的 可能都是在吃一頓飯 但是我們就很快 用三分鐘時間 拍了一條片 我們就可以完成了工作 所以那個融合 是直接融在一起 例如早前我們要Staycation 我跟我爸媽要拍東西 一起來 順便Staycation 一起玩 就好像是一個旅行 是一個旅行的過程 在疫情之前更好 我們旅行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工作時間 但是玩得很開心 就是這樣 其實現在別人說的 生活工作的平衡 但是在你的演繹當中 就不是平衡那麼簡單 是一個的融合 融合 就是融在一起 是呀是呀真的 我其實是很把握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 有什麼產品 我也知道他們的特點 在某個個 譬如我突然間 我會跟老公說 你幫我開機 我現在想跟他們說一下 這個東西 是很ad hot的 但是那樣東西 是不會影響我的生活 因為我的生活就是 那十分鐘 完結之後 就繼續做回自己的工作 而他們也很樂意參與其中 我想這個很重要 是呀 小朋友幫我開機 他們每個人 其實在你的生意當中 都是佔一個角色 即是 變成他們既是你的家人 其實同事 可能都是你的合作夥伴 是的 因為現在其實 我覺得最難得到支持的是子女 因為他們是不明白 你都在做什麼 因為他們都在做什麼 又在做什麼 又在做什麼 他們都覺得很尷尬 可能在街上有些人看見 但是漸漸地 他們開始發覺到 原來其實是好玩的 其實是媽媽在做的事 其實我同學都看到 我同學的媽媽都喜歡 所以他就開始自然地想到 原來真的 我做的事在他眼中不明白 但原來都喜歡的 你這一套的方法 其實會不會是 原始於你的爸爸媽媽 從小到大 其實都是 跟你的溝通 所以你誤出這個道理 就是一種放手型的家長 以及可以跟子女的關係 其實就 未必說是由上而下 而是大家都好像真的 together 平起平坐 其實是相反的 剛剛是自己家裏不是這樣的 他會很尊卑 要睡 而且小時候 他們都是很家長式的 因為很舊式的教法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的差別是 因為我有這樣的評論 其實有些不太好 身為子女也不太喜歡 那開始自己會 尤其是我讀社工 對人的發展是很了解 我覺得其實是 應該要用另一個方式 去跟他們相處 其實是相反 他們做的 我們現在不做 我們現在才會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 效果很好 成效是好的 即是很正面 是的 這個很開心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 作為女性 當你要去考慮 做不做生意的時候 其中一個 會顧慮的就是 怎樣可以 照顧得小朋友 又照顧得好 但同時也做到自己的生意 你覺得現在 其實女性的身份 和以往 你都說了 有時傳統的 都未必是 一定是最好的 其實都已經很大分別 以前就 你應該是主內的 現在其實很多的 女性創業家 出來了 我覺得 我現在還觀察到 我的朋友背 都未像我那樣放手 其實他們很大壓力 我覺得我壓力 不像以前的 我要煮飯那些 是我要子女成材 我需要栽培 這件事 他們的心態 更加強於以前 以前我媽媽 可能就是 你讀到書就可以了 現在可能是 我要你成功 或者你入名校 我覺得現在的媽媽 做媽媽的 是很大的壓力 她們會很想 有些事情 然後她要做很多事情 去配合 所以如果你說創業的時候 如果這部分 不能夠放下 是很難 很難去跨去第一步 很多都是跟我們說 讓她先大一點 讓她大一點 大一點 時機真的走失了 你覺得 女性的角度去做生意的話 其實在你來說 就是你的經驗之談 就是好處和壞處 就是優點和缺點分別在哪裡 就是女性 會不會說 有時的角度 各樣呢 可能對於一些產品 有更加多 貼合到的一些內容 會想到出來 但其實 又可能體力方面 又差一點 因為我看到你的貨倉 有時很大 就是要搬貨 入貨 入貨 其實是 某程度上 可能有時 真的未必做得到 有分別的 男性創業和女性創業是分別的 其實基本上 女性多數是感性型 還有表達能力都比較強 所以在感染力 可能會比男性更強 但是也是 女性的市場 亦都很容易 因為多數都是女性購物 所以我覺得 有分別在 但其實男性的創業 亦都有一個好處 因為男性購物 他們是直線思維 他們都不會問你很多 中間的東西 所以你會在客戶方面 其實可能不用 很快 買就買 女生就不是 不是你 我喜歡粉紅色還是甚麼 其實很多東西都要 很多東西去照顧 所以男性女性的分別 我覺得不只是體力 因為體力 我們女人都很厲害 因為我們做運動 他就是 會不是真的很多 很粗重的東西 需要去處理 做網購 尤其是 現在我們也有個創魔 我們發貨技力 也都解決了那個問題 以前我們真的自己 我和我姐姐這樣 我看到你搬很多 是的 我們都要做多重 因為其實自己是課利 那些事情 現在的營商環境 已經變得越來越急 你覺得接下來可能是一個趨勢 或者是做網店生意 怎樣可以繼續 可以將規模擴大一點 好像你這樣說 是不是有一些服務 或者有些工作類型 其實真的需要外判這一種認識 嗯 我覺得是需要的 如果一直想擴大的時候 你不可以每樣東西都好像初手作仔 自己做完 那一定要是一些teamwork 即是一些單位配合 其實這個又幫到一拍手 但是第二 我現在反而覺得網店 也不需要做到很龐大 因為太龐大 已經可以失去重心 現在我經常都說 百花齊放 那就是這樣解 你的店的team是甚麼呢 如果你是圍繞住的時候 你永遠都不會走散的 就是你連累很多東西賣 但其實我們主題一樣 就是健康生活 無添加這樣 圍繞住的時候 每人都是這樣 其實你不應該要做到太大 即是不應該跨界別 即是插了腳去 可能你突然之間買一些傢俬 或是很不同種類的東西 反而就不會是你所想的方法 是 沒錯 可能我們女生創業 跟男生不同 男生是怎樣去 那個版圖 對 版圖 我們不是的 我們是怎樣可以鞏固 這樣去做法 這幾年做這個網店 到現在 你要平一平 你覺得自己做的成績 會不會滿意 有沒有說定 或是已經超越了當初所想 是完全超越我的期望 真的完全是想著做得好 然後可以圍堵生意 已經很好的狀態 現在其實我是不期望的 即是這樣的狀態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其實是 以前可能少看自己 但現在 原來我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出來 也都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而且接下來就會想 怎樣再利用這個影響力 去幫助更多其他人 去走更多的方向 最後一次多謝阿May 我想你的故事 對很多朋友來說 都是一個啟發 因為在考慮 轉不轉型 轉不轉行 中間 其實可能有很多憂慮 但阿May都告訴她 其實只要你想到一件事做的時候 一邊做一邊摸索 其實很可能都是一種的出路 就不是說 我真的要有一個很詳細 萬事俱備 是的 搞定了 我才推出市面 邊做邊學 就像做人一樣 謝謝阿May 希望未來你會帶更多的資訊給我們 好 然後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 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